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讲的三个问题是 其实今天不是建堂而是建堂 讲到建堂我们开始服侍四十一年 四十年已经至少聚会地点 搬了十次以上 替人家修礼拜堂 修了有八次 当然心里边也会很羡慕 羡慕有一个比较好的礼拜堂 这个地方用了 那么到底能用几年我们真不知道 但是我们这种也是一种很现实的无奈 到底它什么意义 这是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可以体会得到的 那么还有一件是现在的热闹的新闻 刚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 这个冲突其实与我们的信仰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我等一等再做补充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是 我们一直在战争的风声之中 我们的人生当中有种种的不平安 这些都是我们会去考虑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得着启示 以及上帝的应许 让我们能够平安地面向未来呢 这三个问题我希望今天借着有限的分享 能够做出一些比较明确的答案 刚才师母提醒说讲义在周报里面 你如果需要看的话就看 这个讲义我可以讲四个小时 但是我希望说最多四十分钟 能够把它做一个刚要性的介绍 那么讲到这个迁堂啊 不断迁堂是有感伤的 我们好不容易弄了一个礼拜堂 礼拜堂在那常常聚会 庄长老进来的时候 给我们有 他是作为先知 那么会感受到那种皇屋的气氛 那是灵 我们说人是有带着灵 带着气场的 我们到一个地方去聚会 就形成很好的气场 然后就要拱手让给人家了 我们在这个 在那个麦当劳楼上那间 为什么我们会必须要签呢 因为我们把那个气场带得太好 那个房东要卖房子 人家来看来看去 这个地方最好 所以他就卖掉了 那我们只好搬家 这个不断迁堂实在是有感伤 但是也有感悟 因为想起来是 有些时候羡慕 像庄长老讲说三十万人的聚会 我不要说三十万人吧 如果我们很希望 至少有个千人 富力堂皇的礼拜堂 让我们聚会 我们有些时候去到一些地方 看到礼拜堂干得很漂亮 但是里边聚会的人是三三两两 我们就觉得说 上帝为什么没有给我们一个 合适的礼拜堂让我们使用呢 这常常是我心中的羡慕 但是也很惭愧 浮视了四十年 我们看到许多人 一些晚辈后辈 他们就建立了 在人眼可以看得到的 相当耀眼的侍奉 而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也没有办法留给弟兄姐妹们 一个像样的礼拜堂 也没有一个比较大的组织架构 永远都是这么一两百人 上百人在聚会着 其实心中是有一些惭愧的 这种惭愧是因为感觉到人生 在人间好像没有什么见证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当然在一次一次的搬迁当中 每次都会去寻求上帝说 到底怎么回事 在板档之中是有平安的 就像我们讲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这个冲突上次两周前 我在崇尚城跟大家讲 《加拿大书》第三章的时候 有特别提到咒诅的问题 事实上整个世界是充满了 严重的咒诅 人只要是彼此仇恨就带出咒诅 这咒诅是非常非常有能量的 就像我们的思想有能量一样 而这样的咒诅 其实跟旧约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从旧约创世纪第三章 亚当他们要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 最后一句话 上帝就跟他们讲说 地弊为你们的缘故受咒诅 这个创世纪人类的历史 从咒诅开始 在马拉基书四章第六节 是旧约的最后一节经文 那你说什么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在按着希伯来文的原文 它是说打击地用咒诅 换句话讲 咒诅这个字是什么 是旧约的结束 从头到尾 整个地球其实是在一种 很严重的咒诅之中 这个咒诅要怎么解决呢 在加拉太书三章第十三节说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救赎 就属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 其实这个咒诅的唯一解决方法 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看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档 他们这样的民族仇恨 越积越深 怎么解决呢 世界上的人 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得出办法 办法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从旧约到新约 耶稣基督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里面有苦难 世界上有一个安全的地方 就是在基督里 但是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 这确实需要有深刻的理解 所以我们用这个耶稣的话 来作为一个比较简单明确的解释 在登山宝训 耶稣一开始就说 你们听见有话说 要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现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就是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其实他们的民族仇恨 现在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现在已经是一个地理名词了 原来巴勒斯坦人叫做菲利斯人 那菲利斯人在历史的变迁之中 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的 那么现在留在巴勒斯坦的人 其实都是阿拉伯人的后裔 那就是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 以撒和以色玛利 那么两边的都是 他们为什么我说跟我们的信仰是很有关系呢 因为他们都侍奉神 他们都完完全全认认真真地敬前摆上一切在侍奉神 他们都认为说他们是对的 信仰是对的 但是他们却是造成了不可解 也无法解决的世界的难处 后面还牵动着两大阵营 这个往前会怎么样 很多人不敢想象 但是其实解决的方法就在耶稣身上 耶稣说你们听见有人说 有话说一言还言一言还言 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那么你们听见说 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 恨你的仇敌 只要是在旧约里 没有办法解决 进到新约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唯一的解决巴勒斯坦纷争 或者解决世界问题的 都在耶稣的话里边 这个明明白白的这一条路 但是就像老子所说的 我的话是最简单的 是最容易行的 但天下没有人能够 这个听天下没有人能够行 耶稣的话 如果认认真真地理解去领受 世界的问题都解决 但是如果我们不真真实实地去认识耶稣的话 我们会看起来觉得很奇怪 都是爱上帝的 其实他们释放的神是相同的意味 他们的祖先是相同的祖先 为什么会这么大的仇恨 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困扰 那么我们看到他们的信仰那么热忱 我们的信仰如何呢 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对的呢 这个是有智慧的人需要去思考的 所以我说这是生活信仰上面的问题 我想我们也需要和大家来做讨论 那至于最后一个问题是 我们如何在这个震荡的地震 自然灾害 战争 瘟疫 种种的灾害 来到 分来踏制地来到我们面前 其实我们在 像我一生下来 我们就一直处在这个战争的风声之中 大家好像重新一句话叫 古楼上的麻雀 现在的话讲就是 靶场上面的麻雀 天天听到枪声 听到后来都麻木了 都没有感觉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 落在这种状态里边 其实问题一定会发生 困难一定会有 但是我们在基督里边有平安 这个话到底是 应该如何去应用 如何去实践 这也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探讨的 三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一直搬来搬去 没有安身之所 那么我们看到 什么样的信仰是正确的 而我们应该 怎样去持守我们的信仰 才能够被 得到上帝的应许 能生活在安全之中 这是我今天要和弟兄姐妹来 做简单的分享 我们先祷告吧 主要是仆人把自己 再次向你献上 孙神的感恩 把自己放在你的面前 求你 怜悯仆人 用你的血 遮盖 用你的灵充满 让我们讲的听的 同盟益处 你的话 写在圣经上 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来应用它 求你 求亲爱的圣灵 保慧师 在你的话语上面 运行你的能力 使我们讲的听的 都得益处 祝福以下的时间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 刚才马张老 带我们读的 《西伯来书》 十一章的 第十三节到十六节 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叫说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我们会羡慕很漂亮的礼拜堂 那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我们是不是也有羡慕的更美的家乡呢 我想和大家在这个搬家的过程当中 来讨论一下 千堂搬家的意义 或许我们能够得到启示 那么在十三节说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是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我们注意这句话 就是这些人有应许 但是他们没有得着 这个是象征着 显明着我们在人世间 常常有一句话说 人生不如一世 十长八九 李白的是说 人生再世不得已 明朝上花弄偏奏 这个孔子也说 道不行 沉浮浮于海 其实人世间常常有很多不如意的事 但是人生的不如意 其实上帝造人 不是要让我们这些被神所造的人 一直处在不如意的状态里 既然我们有梦 上帝把这个梦给我们 这个不是胡思乱想 不是妄想的话 应该要去成就 就哲学上而言 只要有问题 一定要有答案 所以如果我们的人生不得已 不顺利 答案是什么呢 那么在第十四节说 说这些话的人是表明 自己想要找一个家乡 这个告诉我们说 其实人世间是客旅 是寄居的 我们真正要追求的目标 是在天上的 用现在的许多 在应用量子物理学 那么常常 有一些人们所领受的启示 我们在地上要成就 是要在高维度的层次 在思想里边 在信念里边去把它做成 让它投影在这个世界上 让它显明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真正的问题 在更美的家乡 这个更美的家乡是什么 那么当我们在寻求家乡的时候 就显明一件事情 还没有回到家乡 就是人生在飘泊 在飘荡的过程 人生总是不安定的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体验 而这种不安定的过程 以及感觉 遭遇到许多让我们难以去理解 或者是心里边不得满足的 这种经历 上帝照我们 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 你如果是一个觉醒的人 你如果是一个开悟的人 你如果是有上帝的道在你里面的人 你要知道你是世界上唯一的主角 每一个人把自己活好 是唯一的责任 必须要把自己活好 才谈得上你去供应别人 帮助别人 而什么叫做把自己活好 这就是我们要去寻求的真理 所以在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 让我们在世上有苦难 却是要让我们在基督里有平安 这个过程要让我们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寻找更美的家乡 要表明自己要找一个更美的家乡 所以我们先和大家谈到这一点 然后在十五节十六节 上帝就给我们一个 非常明确的答案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这是人们自己在世界上是如此 在永恒也是如此 这一句话翻得不是那么好用 简单地说 你如果懂得想念家乡 你就有回去的机会 可以这么说 那么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什么 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此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所以这句话 潜台词 换一句话说 如果他们不羡慕 那个更美的家乡 确称上帝 却称上帝为他们的神 那么上帝会觉得什么 不好意思 你这样叫我 那你对我有很多很多的 事奉敬拜 但是我让你失望了 不好意思 以为此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对吧 如果你不懂得 你要的目标 正确的要 上帝要给你的 你如果懂得要 上帝就按着你的应许 成就在今生 得百倍 再来世的永生 让我们成就今生 所想念的 并且 让我们超过所求 所想的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过 人心中也未曾想过的 那在天上更美的家乡 祂要应许我们的 也会成就 我常常和大家 这个引用 讲的一个故事 那个故事其实是 大概是我先讲的了 但是后来渐渐的 有人就引用了 信耶稣要得水牛 这个永生里面 两个字里面有水牛 他们如果说 想要得水牛 光是得水 要水牛得不到 要有了永生 就有了水牛 那么你如果 有天上给你的应许 寻找更美的家乡 你在地上的许多事情 或许能够成就 或许没有成就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 要和弟兄姊妹说的 如何去解决 我们在人生 一切的问题 包括我们的平安的问题 要看见这个点 就是上帝 为我们预备的是 天上的城 永生是我们是可以期待的 但是我们要得到启示 上帝打开 叫做得到启示 让我们看见 我们看得见就得得着 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一段经文 和大家来讨论的 其实牵涉的范围比较广 我们希望能够聚焦在 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 我们每一个人的期望 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 然后如何使他成就 我相信这是主这两天 给我的一点一点的启示 再加上张大老刚才 他做的一些先知性的话语 其实也给我的相当清楚的印证 我们讲到这个 没有得着的应许 人生不如意是常态 而且是必然的 因为人生 你如果只顾着人生 不会如意的 再怎么样都有不满足之处 你今天做成了这件事情 还有许多没有做成的 看这山比那山高 永远都有羡慕的事情 永远都有不能成就的事 所以在十三节说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使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我说其实应许是一件 很吊诡的事情 大概很多人都曾经 在主面前领受过各样的应许 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 但是生活在世界上 却是呈现着很多不确定的感觉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说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里都是是的 所以记得他也都是阿们的 叫我们得着荣耀 我们很多信主的人 常常非常坚持说 主的应许是坚定可靠的 绝对不会落空 但是在这一章的最后 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三十节 三十九节四十节 这些人都是因信 得了美好的证据 他们得了证据 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他们都是带着没有满足的信 在人生没有实践的应许 而离开这个世界 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 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 就不能完全 我想信主的人 基本上都曾经领受过各样的应许 刚才张长老给我的那本书 他讲到说 他们现在牧养着十万人 那么他要去带十亿人来信主 还有所讲的一些事情 其实我在服事的过程当中 师母最知道的一件事情 我碰到的任何事情 接触过的很多事 都觉得很值得做 都觉得太小 所以对陈秘书长也有点不好意思 当初在邀约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我们可以做这个 我都想很有意义 但我觉得那个太小 所以当时就说如果有人找我 我就尽力地去回应 但是什么事情是我想做的 不敢跟弟兄姐妹说 现在快要八十岁了 体力也尽量衰减 我们是不是要存着信心 死而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呢 或者是上帝再过四十年了 说不定能够成就某些事情 但是这些都是世界上的应许 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的吊诡 而这里所讲的信心 其实是很隐秘的 这些人是哪些人 这些人是圣经所举例的人 最重要的是亚伯拉罕 还有什么沙拉 在前面的一段经文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 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威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这些我们就不一一的念 因为经文太长 我只是想和弟兄妹说 其实这些人都存着信心死的 主要是讲亚伯拉罕 而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 死无便为有的神 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 如经上所记 我已经立你做多国之父 亚伯拉罕这个名字 就是多国之父的意思 那么亚伯拉罕的信心 其实是很奇特的 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在罗马书四章十八节 这也是师母曾经靠着这些经文 而站立住的 这里说什么 帮我念一下好不好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信仍有指望 就得着以错多国之父 正如先前所说的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好 我们只讨论这些经文 亚伯拉罕的信是怎样的信 我曾经觉得说 亚伯拉罕的信心 亚伯拉罕的事 在神学上面是被严重的低估 因为这个河伯拉罕的圣经 亚伯拉罕是新约的第一个字 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后裔 这个耶稣基督的交谱 当然原来的顺序不是这样 但是亚伯拉罕这个字 在新约也出现得比大卫多 其实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 他们的共主 所以或许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他们要解决纷争的钥匙 在亚伯拉罕的信 而亚伯拉罕的信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就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着有这个信 仍然有指望 他叫死人复活 其实这也讲到一种 死而复活的信心 生命是要死而复活 信心是要死而复活 这个死而复活的信心 要带给我们这个真正需要的 我常和弟兄姊妹讲的是 我们人生 迟早有一天要离开世界 离开世界能带去的时候 有两样东西 哪两样 生命和关系 我们自己的生命 占70%以上 就像宇宙之间的暗物质 关系就像宇宙之间的暗能量 而其他的一切 不过就是宇宙当中的明显的物质 有这个可测的物质 这个比例是很奇妙 是很准确的 我们隐藏的自己的生命 大约占70%以上 而这个关系的重要性 二十几吧 其他的事业种种 在世界上的成就 荣耀 最多就是占6% 因为那是显明出来的 那么这个生命的存在 它是非物理性的 生命的存在 是属灵的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 亚伯拉罕的信 这里说 可见那以信为本的 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亚伯拉罕的信 就是以信为本 别的都不是重点 你成就与不成就 没有关系 不是问题 有信成就不成就 不要紧 你们会同意这话吗 因为真正的 要的是我们 做成我们的生命 有了生命 就能够与我们身边的人 与我们曾经有过关系的人 像今天我们这个 张长老和陈秘书长 能够抗礼能够来 都是让我很大的感恩 因为我觉得是 如果按照我的话 我不好意思请你们来 因为又不是什么 这个真正的 有一个什么伟大的礼拜堂 比我通灵 我也不是不坦然 就觉得说这没有什么 以信为本 是 以信为本 关系 所以我就要说这一点 就是让我们知道 其实有一些关系 它是一直在的 只要我们生命对 关系存到永恒 在天上 你不用打电话 不用上网 只要心灵一沟通 一连接就有 所以我们曾经 留下什么样的关系 这是我们生命的福分 所以可见那以信为本的 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 一同得福 我想今天不是今天的重点 但是亚伯拉罕的信 其实是圣经里边 非常值得去研究的 在旧约里边 亚伯拉罕一步一步的形成 他所做的反应 以及在新约里边 旧约的故事 新约的钥匙 好好地去理解 也许是这个时代 很多问题的解答 也是上帝 要让我们去做成的信念 先简单地说这个吧 所以我们知道说 他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信仍然有指望 那么这些人 存着信心死的 但是他们从远处 有看见 然后欢喜迎接 这是他们的心情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 是客旅 是寄居的 这里有一句话 有一个关键词 叫做承认 我们认定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如果我们一直黏在地上 其实世界上一切 我们知道都要过去 像以色列人 或者是巴勒斯坦人 但以色列人 他们认为 他们被称为 这个上帝的选民 上帝给他们应许 一个迦南地 他们在世界上 却漂泊了两千年 好不容易回去了 他们所求的 只不过是一件事情 就是说 再应许之地活下来而已 所以美尔夫人 对现在的拜登总统 讲过的一句话 他也是让我们看见 现在的纳唐亚弗 他为什么那么强硬的原因 因为那个美尔夫人说什么 说我们如果放下武器 他们如果放下武器 就有和平 我们如果放下武器 我们就没有退路 那么所以他们只是想 所以想要在那地活下去 有什么错呢 但是在巴勒斯坦的人 他们就觉得 这是我们所住的地方 那么你们在这里 占了我们的地 他们就争地 我再讲一句话 地是被咒诅的 你知道中国道路 现在有很多人很可怜 他们一生的积蓄 就为了买一间房子 结果买到的是烂尾楼 然后他们贷款 要不断地还 那房子拿不到 或者是拿到了 就是一个几十层楼的 几十层楼的毛配屋 什么都没有 然后每天 别的地方没地方住 要爬十几层楼 提水 在那种什么都没有的房子里面居住 很多人为了地上 拥有点什么 我想讲的是 如果我们是想要 在地上 有神 有一个电雨 这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 真正重要的是人 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是神的店 我们在一起是神的家 所以我们如果承认在世上是客里 是寄居的 那么我们就能够 借此来表明 我们是在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 有一种更高的羡慕 我要和地方那边说的是 寻找家乡的表明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 对于人生的不安定 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家乡 所以我们要找的 真正重要的不在这里 我们心就能够安定下来 就能够平安 所以我讲两件事情 家乡的真意 以及表明的功效 家乡这个字 这个 Tartres这个字 我们看到它的字元是 父主 也就是换一句话讲 所谓的家乡 就是父主之地 祖先的地方 那我们的父主之地在哪里 如果在台湾的话 有些人说是原住民 有些是从道路来的人 那就讲起来就多了 我们要注意到一句话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请帮我读来 我就是大路正习生命 若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其实家乡就是 父那里 这句话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存在着 有些人常常会为了 这个是不是只有信耶稣一条路 只有信耶稣是对的呢 常常讲这样的话 会常常造成了信仰上面的冲突 事实上 事实上 耶稣所说的话 每一句都非常完整 这个重点是 祂要让我们到父那里去 也就是到最高之处 到生命的根源之处 让我们得着 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所以我们讲到家乡 当然要建立一个概念 家乡是先有家还是先有乡 神的家 我们的意向 我们也要建立在神的 以神的家 以爱为期 以家教会为实行之路 刚才张长老给我们很好的印证 也是我们彼此的安慰 就是我们确确实实 是一家人的感觉 应该说是在教会里边 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家人的亲人的感觉 会比血缘的弟兄姐妹更亲 因为我们是有天赋 作为我们的根源的 所以我们羡慕神的家 羡慕才能够羡慕更美的家乡 因为这个更美 能够美到什么样的程度 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你就先别想吧 先把现在活好比较重要 所以说这话的人是表明 自己要找一个更美的家 这里说承认自己是世上 是客履是寄居的 这件事情也是作为基督徒 你在这个世界上 要活在基督里 要活得好 很重要的一种立场 一种生命的表明 这段经文大家都熟悉吧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到十一节以下 其实整段都是 彼得前书是基督徒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 生活的武功秘籍 是最好的自我保全 以及生命成长的秘籍 但其中这段话 帮我念下来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人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啊 照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们从前算了子民 现在却做了子民 从前未蒙连续 现在却蒙了连续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是客履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要进戒肉体的私欲 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 灵魂是我们的生命 是我们行而上的生命的真实点 往下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敬重在上执政掌权的 在这个时代 如果我们对于上帝所托付的权柄 上帝所建立的政权 任何一种政权 我们有不满意 我们有抗争 那不合神的主意 也是给自己找麻烦 所以我们要承认 自己是客履是寄居的 让我们懂得在世上 在人生当中安身立命之道 然后我们说 这是要表明出来的 罗马书十章十节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得着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我这个念到那里去 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称义是让自己觉得活得坦然 活得准确 活得合神的心意 让自己觉得这样活是对的 那要从哪里做起 从心里相信 但是你如果要在困难当中得到帮助 要做什么 口里承认 这个承认这个字 就是我们去做了宣告的意思 所以我们说 在这里讲到家乡 更美的家乡 是让我们对自己的人生 有客履的认知 不仅仅是认知 还要口里承认 在世上不需要与任何人 争夺任何事情 因为我们的家不在这里 我们的寻求不在这里 我们常常说 这个腓立比书告诉我们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在地上 在世界上就是侨民 在哪一个国家都是侨民 要遵守那个地方的法律 这是我们的责任 但是我们知道 不需要为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争执 谁要掌权 谁要 谁当选 谁落选 上帝的事 你愿意去投票就去投 不想去投 不投也没关系 你那一票解决不了什么事情 而且谁当政 都是上帝在掌权 我想跟你们讲的是什么事情 要了解 我们不需要干预这些 所有的一切环境 上帝给我们 我们在其中安身立命 好好的把自己的人生 生命活好就好了 所以我们口里承认 我们是世上的侨民 是客里 是寄居的 心里相信 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 这是信心的实践 信仰的实践 我们要心里相信 才能够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那么在格林多前书 第十一章二十六节 讲到我们每一次 在领圣餐的时候 说你们要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 这表明 在我们的新约和尔本圣经 很有意思 新约有十一个表明 确实原文是九个不同的希腊文 所以表明有很多种表明方法 在格林多前书 在我们领圣餐的时候的表明 它主要的是说什么 主要的是要让我们去把它宣告出来 而在希腊来书的表明 是我们要把它显明出来 用生活 用行动来显明 雅各说二章十八节说 必有人说 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 我便借着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其实我们的信心是需要用言语去表明 用什么 用心里相信 口里表明 心口合一 心口相应 这个是一种心与口的互动 是一种良性循环 你口里越宣告 心里就越相信 心里越相信 口里的宣告就越有力量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说 我们要常常去说 说什么事 常常说 我在世上是刻意 是寄居的 我在追求的是天上的 如果我们一直把我们的目标 粘在地上的话 这个地是受咒诅的 我们其实是很难摆脱 这样的咒诅 所以我要和大家讲 建立生命之道 什么样的方法呢 信心宣告 然后生活证实 生活证实说 我在世上的一切 其实看不在眼里 我世上的任何的产业 随时都可以 随时都可以放下 因为那些都是身外之物 上帝要祝福一个人 随时都可以有 其实我们自己曾经修过的礼拜堂 一个一个就被废弃了 那我想张长老 或者是我们秘书长 我们曾经做过了哪些事情 有很多就过去了 过去了留下什么 留下生命 留下关系 留下我们的信 留下我们对上帝的永恒的 真实的连结 我们可以羡慕世上 我们可以羡慕世上 有美好的礼拜堂 有好的组织 有好的架构 但是我们更要羡慕的是什么 天上的家乡 所以这里说 他们若想要 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我想问弟兄姐妹 我们有多羡慕在天上的家乡 我们如果不懂得羡慕天上的家乡 在地上什么时候要发生什么事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主耶稣说 到那日 你如果在房顶上的 不要下屋里拿东西 因为如果说 像圣经讲到罗德的妻子 他回头去看索多玛 就变成岩柱 有没有习惯于 把世上拥有的一些事情 用正确的眼目去看待 才不会黏住 才会有更美 更好 更超越的 更有价值的 上帝为我们预备的 会一一的落实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以这里讲天上之城的预备 上帝是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 这个预备也是我们要与主同工的 我们要知道永生是真实的 是可期待的 是荣美的 那我们要有启示 要看得见 得了永生就会有水牛吗 你必须要先得到天上的 在地上的才能够懂得善加利用 所以我要和弟兄们讲 人生的羡慕与寻求 在约翰福音一章 耶稣基督所讲的 讲到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耶稣看到两个门徒跟从他 那么看见他们就跟着 就问他们说什么 你们要什么 这是每一个人要去面对的 你到底要什么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这些梦想 其实我自己一直生活在矛盾之中 因为我每次想到说 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个礼拜堂 好好的礼拜堂 那像之前 我有一次去找张张老 那我跟他讲说我想去赚钱 张张老有一句话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我是代职全心 你是全职半心 那他的意思是说 我做全职侍奉 但是我却一半心在世界里 其实这句话给我很强烈的警惕 但是其实多少也有点冤枉 因为我想去赚钱的目的 就觉得说 我一辈子不向任何人求 跟上帝 我会为了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 建堂或者什么 去向人讲 我从来不会为我们自己要建堂的事 跟任何人去要求什么 那我在想说 我赚钱也不太难 我自己去赚一些钱 那也许就可以盖礼拜堂 张张老那句话 就一喷一喷冷水浇下来 我就放下了 那师母好不容易 师母从父母亲那里得到一点钱 那他拿着那点钱 就一天到晚就想说 我要在台北买一座礼拜堂 那点钱其实不够 我们看到有一些 后起事秀的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用三亿 五亿 十来亿 去盖礼拜堂 我们也很羡慕 但是我每一次在这件事情 跟上帝 argue的时候 其实不用多讲 我自己都知道 上帝就问我说 你不是求人得人吗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要的是更高的 那个是顺便的 有也可以 没有也可以 所以以至于上帝就说 你这个先把你要的 更美的家乡得到再说吧 所以也就一直在 这件事情上面 在期待着 在矛盾着 到底要矛盾到什么时候 我也不知道 那么我们 耶稣问的第一句话 就是你要建立信仰 要知道你要什么 那么他们都说 拉比在哪里住 就是说我要你 在里面那个存在的东西 这以前我都讲过 那么所以我们今天 所读的经文 他们羡慕什么 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也不以为此 因为他已经 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这座城 当然我们都知道 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这个启示录十九章 所说的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 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二十一章说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从前的天地 已经过去了 第二节说 我又看见圣城什么 新耶路撒冷 从天而降 现在以色列人和巴比伦 和巴勒斯坦人 他们或者阿拉伯人 他们为了地上的圣殿 在彼此争执 粘在地上 恐怕就没有办法去解决 所以西伯来书十二章 这段经文 也请你帮我念一下 我喝一口水来 你们乃是来到 天上的耶路撒冷 在那里有千万使者 有名录在天上 诸掌指示会所供去的总会 有审判众人的神 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 并新约的宗宝 这血比亚伯人 我想如果要细细解释 今天肯定没有时间了 因为时间没有了 我们只想讲到一件事 我们要的是 更美的家乡 是在天上的 有了在天上的 他就能够显明在地上的 所以我们所羡慕的要怎样 升华 要提升 我们预备的 上帝所预备的 就能够成就 罗马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耶稣说 到贼来 我会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了是要叫 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要说的是 充满 丰盈的生命 是上帝要给我们的 罗马书第八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因为受造之物 伏在虚空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 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 仍然指望脱离那败坏的辖制 得享神儿女的荣耀 我想要和弟兄兄弟说的是一件事 我们人生不如意 无论得到多少都不会满足 许多人的生命里边 常常存在着一种虚空的感觉 与这种虚空争斗 我是很有经验的 已经争斗了八十年了 快八十年了 里边会有什么 很多不满足感吗 上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也是我们信主的人 所能够真真实实体会的 唯一能够让你感觉满足的 永远都是生命里边的荣耀 信心 上帝的同在 爱 那种自我存在的真实感和价值感 能够使我们满足喜乐的 永远都只有这个 这个我们也称它为神的荣耀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 十八节 我们这自战自心的苦楚 苦楚要为我们怎样 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十八节呢 原来我们不是故念所见的 乃是故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我们必须要和弟兄姊妹说 非常现实真实的一件事 只要去追求所见的 就永远落在空虚之中 我们要追求的 是生命里面的满足 要认识虚空的根源 这是世界 这是上帝所许可的 让我们创造了虚空 创造了更大的虚空 可以得到更大的充满 而这些事情呢 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 以乎所书第二章第十节 帮我念来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里造成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彼得前书有两节 关于神的旨意 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 因为神的旨意 原是叫你们行善 可以读出那糊涂无知人的口 第十七节 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行善受苦 总强如行恶受苦 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义受苦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 按着肉体说 按着灵性说 他被复活了 要解释有很多可以解释的 但是我今天只想 要和弟兄妹讲 我们的真实的成就 就是我们的生命 生命有了成就 人生就有了满足 就有了丰富 那么生命是在行善的时候 与我们的天父同工 我们是天父的工作 我们是与他同工的 同工怎么同工呢 什么叫做行善 行善就是活好 活好 我们活着就是基督 死了就有益处 你只要活得感觉好 就是好 那么产生一个问题 如果你现在感觉 活得不够好呢 就要活好嘛 就要到主面前来 去求道在我们里边 灵在我们里边 爱在我们里边 神的光在我们里边 那这些都是我们 不断的在讲 我会非常感恩 非常安慰的 就是我看到这些年间 我们许多弟兄姐妹 都是真真实实的 看见天上的人 也许言语的表达 不是那么通畅 但里边的丰富 是我所知道的 只是还在进步之中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 最后一个归纳的话 就是我们要成就荣耀之道 必须要有一件 有一个认知 我写触见是虚 话不太 接触的 看见的 其实都是例子的运行 都是空虚的 这个物理学这么讲 应该可以了解 心想事实 你心里边想的 心里边所 这个心想事成 你要成就什么事 如果你所图的是 虚空的事 是眼睛看得见 手摸得到的东西 那么会越来越虚空 要解释的话 花三个小时吧 就不讲了 我希望今天 和基督徒们分享的 我们 千堂 被上帝 安排着 搬来搬去 让我们知道 我们不是在追求地上的 如果有哪一天 有的产业 像中国大陆的产业 七十年 七十年也不是永远的 你看到 圣经里边讲建堂 圣殿 建了三次 被毁了三次 上帝要的不是 那个地上的铁垫 而是生命 而是我们之间 彼此的连结 圣成新耶路撒冷 像一块一块的活石 彼此连结在一起 联络整齐 每一块宝石 都需要是活石 都需要是荣耀的生命 当我们认识这些事情 认识基督的道 就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就有平安 所以犹大书二十节 二十一节 我们作为结论 帮我念下来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却要在 至圣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 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我们希望这些话 常常讲的 我们羡慕的家乡 千堂搬家很辛苦 今天庆贺 也算是对弟兄姐妹的感谢吧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羡慕的是天家 那么天家还没到 我们就要行走天路 让我们常常住在基督里 活在主爱中 好吗 好不好 这个十六个字帮我念一下 我们就祷告 羡慕天家 行走天路 在基督里 在主爱中 讲得很仓促啊 希望圣灵给大家 继续的启示和引导 我们知道 我们要羡慕更美的天家 亲爱的天父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 让我们在一次一次的签堂 一次一次的修建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能够知道 能够看见 这一切都是一些过程 我们在过程当中 有付出劳力 有付出我们的辛苦 有付出我们的用心 他一切的成就 确实要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 也成就在我们的关系中 谢谢你 借着我们今天的相聚 给我们美好的引导 给我们美好的祝福 特别是借着我们 这么多年失恋的老朋友 好的弟兄们 来为我们的祝福 求你借着我们今天的侍奉 今天的在你面前的相聚 引导我们一步一步行进 你为我们预备的更美的家乡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